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是潜伏的第五纵队的高风险族群 所以我们要成立应对的作战中心 专门来控管这几十万人 把他们给管好 那么要判断哪些人是在地的协力者呢 之前民众参加政治活动的时候 不是就疑似是被王毅川用手机来监控吗 那现在就被发现说 难道是因为我这个背景比较不正确 被他视为是什么宫廟 黑道什么之类的 这样的背景的人士 就算我不参与政治 我有可能会被视为是高风险族群 然后呢 我就要被监控吗 我就要被管好了吗 盛宫老师 我建议民进党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把沈柏洋送到脑神经科医生 去检查一下 到底是进了水 或是进了消毒药 或是进了胡马林 我已经搞不清楚 他在讲什么鬼东西 他是什么时代在讲什么话 你看他还有一段话 他说妻儿子女在大陆的台商 那是会被控制 因为大陆可以控制 这在台商的妻儿子女 然后呢 来要台商去做什么 哇塞 是什么 然后所有的台商去大陆工作 妻儿子女都要放在台湾作为人职 这是人的话 民党 你们还有这种非人类的人 他说这人都非人 我也搞不清楚了 因为跟他太严肃地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自己都会疯掉 你知道吗 这种民党是不应该存在 这个存在是对民党的一种羞辱 你看他在这里 村里长 公庙 黑道 立委 还有很多人 县市长 议员 你看 沈柏雄 你书读那么差 你以为台湾只有这些公职人员 因为我不想跟他很严肃讨论这些事 因为跟他讨论这些 严肃地跟他讨论 我变成神经病 我跟你说 讨论神经的事 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东厂 可以在那里公开的讨论事情 这不叫政治恐怖 这叫肃杀 这叫国民党什么白色恐怖 哪个算啥玩意 那国民党那个是 比咖啡还白的白色恐怖的 套他这个标准 他这个标准是 一只得罩多数人 只要你今天是这几个职务 那你通通是潜在的第五众队 那我真是认为 沈柏雄 你是不是大陆派来的第六众队 不是 这是黑五类 不不 这不是黑五类 他说洪五类 洪五类 不然的话你怎么会讲 这种完全违缓一个 社会基本原则的话语 那时候零凑杀一百 不放一人 这个是标准的 XX思维 在一个民主的法治的国家里面 是刚好要颠倒 零放一千有没有 不凑杀一人 因为没有政绩不可以这样说的 他今天是不需要政绩的 他身份认定的 老子英雄 儿子好汉 老子 那后面这句话是不是你比较适用 所以谈到这些人 假如我们真的严肃的去讨论他 换我们是变成不正常的人 因为民进党怎么会让这么如此一个不正常的人 排在第一名呢 那是民进党也代表你们支持这种不正常 连你本身也是个不正常的政党 不过想一想 那最近的这个座委 说他是正常的政党 我也觉得我自己快变成不正常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